前几天秋老虎发微还有30度的高温 紫外线也很强 所以秋冬还是要注意防晒 但抹上防晒油就不会被晒伤了吗 要如何防护皮肤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气候变化多端 影响健康的不只是温度的冷热 还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紫外光 阳光里有超过一半是红外光 三成是可见光 以及不到一成的紫外光 紫外光会破坏DNA的结构 被证实是引发皮肤癌的元凶 如果加上台湾湿热的环境 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可能超过预期 科学家在人工气候环境铺路舱里 设定出尘度不异的环境温湿度 模拟台湾湿热的天气 观察受试者在热环境下的皮肤反应 接着再让受试者实际曝晒到阳光下 将搜集到的资料和铺路舱的结果做比对 就能更准确地评估紫外光带来的健康伤害 一般大众常以为阴天就没有紫外光 肤色深的人或只要插了防晒乳液 就不怕晒太阳等等 在科学家的研究下 防晒迷思一一被解开 相防防晒并不代表无止境地保护你 它所说明的意义是如果今天你使用防晒乳液擦上去之后 在没有使用的状况下 那么可能五分钟要晒红晒伤的话 能使用到SPF等于三十的防晒乳液 它可以有效地把晒伤会发生的时间延长三十倍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紫外光对于皮肤的伤害是累积 而且不可逆的 防护的措施必须要彻底执行 紫外光会不会对你经由瀑布产生伤害 但要看你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长短 以及有没有采取适当的防护机制 基本上外在的防护加上辅助的修护 比如从营养下手 维生素A C1负责修复皮肤组织 能抗氧化的青花素且红素而茶素等 也能够帮助修复紫外光造成的伤害 只是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适量的紫外光 来帮助合成维生素D 维护骨质健康 所以适当的晒太阳也是不可或缺的 记者廖零零零李其华综合报道